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305集 逆陨 第二纸 无声无息点出的瞬间 白小春的头发直接就花白了一半 她的皮肤也似乎失去了光泽 她的生命 她的升级在这一刹那消失 化作了无形之力 去与星空大道共鸣 去与那永恒本源形成的玄妙共鸣 在这共鸣中 她四周的玄妙之意随之而起 融入白小春这意志中 直奔来临的逆番主宰 逆番主宰面色大变 她低吼中双手抬起 其眉心第三眼更是爆发出强烈的黑芒 使得其身体外这一瞬形成了数不清的黑色光幕 这任何一道光幕 是哪怕主宰全力以击也都无法碎灭的避障 此刻全力阻挡的同时 她也在加速地冲向白小春 你就算能撼动永恒 可你如今太过虚弱 只要靠近一拳就可以杀你 逆番咆哮 白小春面无表情 可在逆番的声音回荡的瞬间 她的身体静猛的一阵 在这震动中 她的身体外形成的无数黑色光幕 这似乎不可被撼动的臂障 此刻也与之前的黑色赞周一样 刹那节就好似成为了图画 被层层擦掉 直接抹去 更是在抹去后 蔓延到逆番竹崽的身体上 灵力的嘶吼从逆番竹崽口中传出 她的身体在这一刹那好似要崩溃 鲜血喷出的同时 其眉心的第三只眼也都流下了血泪 甚至 她剩下的八尊倒身 也都在这一刻全部碎灭死亡 同时 她整个人颤抖中 就连气息也都一下子虚弱了不少 但却以此微代价 抵挡住了白小春 这惊人的第二只 只是她的目中此刻露出疯狂 竟没有后退 而是脉步节直奔白小春 速度之快 刹那就到了白小春十章外 正要出手时 虚弱的白小春依旧面无表情 抬起了手指 点出了第三下 随着手指的点出 她的所有头发都直接成为了花白 她的全身立刻弥漫了皱纹 整个人苍老到了极致 就连目光 也都有了黯淡与茫然 汉洞永恒本源 缺失玄妙之意的代价 对于白小春来说极为巨大 此刻这第三只 似乎是她的极限 在指尖落下的一瞬 那玄妙之意再一次凝聚 直本逆反 逆反口中传出咆哮 大喊了一声不 目中带着惊恐 可她的眉心第三只眼直接成为了灰色 使她的身体竟好似不受控制一般 依旧冲击 似乎哪怕死亡也要斩杀白小春 可就在她临近的瞬间 白小春第三只驱使的玄妙之意瞬间爆发 那抹去之力的扩散 那抹去之力的扩散直接就波及了逆反主宰 逆反全身颤抖 她的身体肉眼可见的消失 先是双腿随后双手 身躯直指其头颅 这曾经叱咤星空毁灭了一百零八万界的主宰逆反 她的一切存在 此刻正不可逆的飞速散去 直指她的头颅也都要被抹去的瞬间 她的眉心第三眼猛的就鼓涨起来 其内的灰色越发浓郁 似随着逆反的消失 这第三只眼也在疯狂的吸收逆反的一切生命 与其一生之道 与此同时 逆反的双眼在这一刹那 出现了一瞬间的清澈 这清澈的目光落在白小春的眼中 白小春身体一震 她想到了道陈记忆里 第一幕画面中 在那蝗虫满天的雪地 那个为了弟弟去拼命寻找食物时的孩子的目光 与现在一样清澈 纯净 弟弟 杀了 灭瘦 在这清澈的目光出现的瞬间 逆反即将被磨去的口中传出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声嘶吼 声音回荡 他的头颅在这一刻如被擦掉般刹那磨去 逆反 死亡 之时 在逆反的头颅被磨去的瞬间 其眉心的第三眼猛的就崩溃爆开 随着崩溃 其内有大量的灰气瞬间爆发 自与白小春的第三指直接对抗 虎明中 第三指的玄妙之意消散 那灰色的雾气也都全部崩溃 可却没有散去 而是倒卷凝聚在一起化作了人形 不再是逆反 而是散发出更为纯粹的寂灭与死亡之意的气息 这气息似乎是苍穹无几 哪怕所有的一切为其独存的癫狂 这画作的身影是个老者 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袍 正是白小春时光回溯里 看到的那踏着战舟进入永恒大界的灭圣 可惜 你已无力展开这螺天 第四指 这老者微笑 身体轰得一声指本白小春 其身体并非食指 而是在这靠近下重新化作了灰气 似要穿透进入白小春的体内 可就在他靠近的刹那 虚弱无比 甚至眼前都模糊的白小春 傻哑的开口 是吗 他的话语传出的一瞬 其右手抬起 落下了第四指 这一指落下的刹那 老者笑容不变 目中更有讥讽 他这一生与强者交手无数 他判断白小春没有余力 就的确 就的确没有余力 如此虚假的诈呼 他岂能上当 此刻身体依旧瞬间临近 可就在他靠近的瞬间 他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眼中却露出无法置信 更有骇然 他身体不再靠近 而是瞬间倒退 不可能 可是却晚了 白小春的意志落下 随头发完全脱离 随身体都勾搂起来 整个人散发出浓郁的木器 全身皮包骨 整个人已经游进灯窟 生机全部散去 生命也都走到了最后 但偏偏的 他竟没有死亡 非但没有死亡 甚至还有浓郁的生机 似从他体内 不知什么位置骤然爆发 这爆发出的生机 明显不是白小春的 如此一来 这生机虽磅礴 可想要驱使永恒本源的玄妙 耗费极大 只是 这生机的总量实在庞大 倾尽所有 还是可以去激发出 最后的第四指 这不可能 灭生心底震颤 他算计了所有 甚至不惜耗费 自己准备的盗区 抵消了白小春的三指 他也判断出 白小春无法施展第四指 可如今白小春体内 这爆发出的生机 让他的所有判断 所有计算 全部崩溃 这是什么地方来的生机 灭生迷茫恍惚忽中 没有注意到 在远处的永恒仙域内 此刻 被重新修建的 窥黄城中 原本与众人一起都紧张的 看向天空的小乌龟 突然惨叫一声 其身体 一下子就枯萎 生机大范围的消失 直接就倒地 抽出昏迷过去 其生机只差一死 就要被全部抽空 白小春 我恨你 小乌龟昏迷前想起来了 他当年被白小春发现时 与白小春之间已经有了生命的相连 若白小春被斩杀的话 他也会死 只是太多年过去 这点事儿 小乌龟早就忘了 而若是其他存在 就算是与白小春之间有如此联系 也无法支撑展开第四指 偏偏 小乌龟是永恒之龟的同时 更是来自星空之外 就算是这样 他那看尽无尽的生机 也都被吸走了 只剩一死 才可以让白小春 加上自己的余力 展开第四指 此刻 在这第四指下 星空波澜不起 白小春疲惫中 眼睛慢慢闭上 似没有睁开的力气 他的身体也失去了支撑 向着永恒仙玉的方向 慢慢的飘落 在他双眼闭合的瞬间 灭盛 发出前所未有的嘶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